我也想问1024的快手 因为公司其实也有一些消息出来 就是很出名的成龙 就入住开通这个账号 还有任职快手什么温暖大使 这个名字 有个Title 就是帮快手宣传 大家昨天网上也有很多人说 那怎么快手的股价 因为也不少都市传闻 有传闻 那我就详细不讲了 大家都知道我讲什么了 有两个人都有留言 其中一个Calvin Lee在Facebook留言问 1024会不会一棍跌到30至35元 怕了成龙 还有chartroom也有人问 这次真的等GG了 一个神秘力量已经可以长沽了 随时是不是10个2号4 大家看得这么淡的 我来吧 首先你想我怎么回答呢 是认真回答还是认真回答 你说是否真的会聘请了某个代言人 可能是八字不教会出问题呢 这个我不认论了 但是我一直都说快手我是一般喜欢的 包括这个短视频 包括网上直播的营销等等 我觉得那个前景都不是看得那么通 所以科技股里面我一直都很少推介快手的 特别地当它上到90元或以上的话 就是做一轮的话 当它禁售期完结了之后 又加了100元 删掉下去的 现在已经是还原基本步的话 在90元100元再上的空间 我担心不是那么多 所以第一我就很少去沽一些东西 但是有些钱我没什么能力赚的 所以快手我还是继续不买